刚才志环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他今天是他带敬拜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服事 然后我们也很关心教会的状况 可是我不会特别去关注说 今天谁领会今天 可是今天预备的信息 真的就像我们的敬拜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很顺利 有的时候不顺利 那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应该信了以后 就要很顺利吗 对不对 我们拜了一个神 那个神又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把那个神换掉 换一个更好的神就好了 那怎么会有一个神对我们好 我们很喜欢 他有时候对我们不好呢 到底这个神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 我们今天要看一段 耶稣和犹太人的对话 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是有所本的 我们这个信仰不是我们自己把它想出来的 不是我们边想 然后这个信仰边演化 很多信仰是这样的 就是边想 然后边走 然后这个信仰边演化 全世界各国都有这种信仰 但是基督信仰不是这样 它是有一个确定的经典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概念 你要回到那个经典去说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所以它不是一个 我们用想象出来的宗教 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一个 我们生命的一个进程 我们生命的一个调整 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都是 每一个都是一个真正的活人吗 对吗 你一定有思想 你一定有经验 那我们当中年纪轻的 在这里面大概二十多岁 我们这里面年纪大的人 大概就是七十多岁 可能有八十岁左右的人 我们生命都是 每一天都是真实的 它不是一个虚构的 所以如果不是一个信仰 真的让我们摸得着 看得见 而且能体会的话 它就是个高高在上的 它就是空中楼阁的 那个就是让我们望眉止渴的 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那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呢 你就要回到这一本圣经里面说 它是怎么说的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一段是 耶稣和犹太人的对话 这一段对话显示出 面对创造主 我们所信仰的那位创造的主 和救赎的基督 人类就是你跟我各方面的 不足跟限制 就面对创造主 跟救赎的基督 我们本身会有不足跟限制 这一段也说明 当一个人成为主的儿女 成为主的儿女 他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反应 跟表现 我们中间同工会开会的时候 我们决定了一些事情 各位都知道 现在已经十二月了 对吗 其实每一天都一样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日子 月份来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我要帮各位慢慢的总结 今年 你自己总结 我不能帮你总结 我一直在总结我自己的日子 我们今年快要结束了 我们可不可以用 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总结我这一年的生活 这一年的生命 然后我们预备跨到下一年去 所以今天我讲到 下个礼拜 跟下下礼拜各有讲缘 然后最后一天又是我讲到 我把今天的信息切成两半 那我把它放慢速度 那我平常我都是快快地讲 让你赶快吸收 我这只要放慢速度 然后这两次要让你下一些决定 下一些决定 而这些决定并不是你凭空做的决定 凭空做的决定 说我明年要赚一千万 那是你凭空做的决定 有没有一个比较务实的 比较合理的 你说我要下一个决定 我要做什么 那我们要看的经文呢 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二十二到三十节 我们一起来看 我读一节 请你读一节 二十二节到三十节 二十二节 在耶路撒冷有修电节 是冬天的时候 犹太人围着他说 你叫我们犹豫不定 要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三十节我们一起念 预备 请 我与父缘为一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稍微解一下 但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太辛苦 二十八节说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如果你是用佛教的概念来思想 那我这样讲是因为 大凡华人 从中国大陆这样出来的 发展到全世界的华人 都有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是佛教的概念 永生就好像不会死 叫做永生 对不对 而且这个永生 让我们感觉是这个不会死 问题是这个不会死 是大家都没有的经验 对吗 不仅没有的经验 也没这个记录 所以这个永生会造成误解 所以我就把这永生 做基督教信仰里面 准确 最简单的解释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叫他们永不灭亡的意思是 我又给他们 与我同在的状态 而且这个状态 不会失去 能听懂了吗 我又给他们 我又给他们 与我同在的资格 而这个资格 不会失去 因为神是从 亘古到永远的神 对吧 所以我们能与他同在 这个就是 因为我们能够与他同在 而且这个地位 不会失去 那么因为他从到 他从 他会到永远嘛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就到永远了 这才是我们基督信仰 讲的永生 我们基督信仰 讲的永生 不是不会死 不是这个肉身 不会死 我们这个肉身 都一定会死 是我们能够与他同在 是指我们的灵魂 与神 从现在开始同在 一直到永远 很困难吧 很困难吗 因为改变了你的 definition 问题是我们的 definition 以前是按照佛教来的 所以我就赐给他们 永生是 你们如果跟着我 我就给你们 与我同在的地位 而且你们永远 不会离开我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 他们就是 跟着我的人夺去 然后他说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多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所以这是两个保证 第一个 我不会让你们离开我 第二个 神也会保守 你不会离开我 这样听得懂了吗 这个definition可以了吗 这个定义弄好了 我们开始来看这个东西 这段圣经是耶稣 自我启示的最高峰 最高峰 我为什么要把它讲得 这么清楚的缘故事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定义弄清楚 你会以为 相信耶稣基督是要得好处 是要赚钱 我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很有钱 对吗 是要很会读书 我们当中有的人书也读得不是太好 对吗 要生出一个孩子是全世界最好的 结果你没有生到 是不是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不会生病 一直生病啊 早上我看到好几个都是 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昨天我还好伤心的写了一些话出去 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生病 我希望我不要生病 你希望你生病吗 还不赶快摇头 谁要生病啊 你听得懂吗 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生病呢 到底上帝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信仰讲清楚 让你不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 不该有的期望 因为当你有不该有的期望 你就会一直失望 一直失望 一直失望 对吗 那到底这个信仰是什么呢 这一段是耶稣基督自我启示的最高峰 耶稣在过去一段时间 对于自己的身份曾经有说明 那曾经有过说明 而这一段犹太人围着问着他说 问着他说 他说你若是 他说二十四节 你要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 可见他们有没有想相信又不想相信 有没有 所以叫犹疑不定 就是我想又不想 有想又不想 最后他就说了 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 你讲白一点嘛 你是不是 那耶稣就提到他身份当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我与父缘为一三十节 三十节 这个对犹太人来说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那今天我要带你们回到当时去 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 这个是公元或西元 大概三十年左右的事情 我们一直用 我们一直用 我们一直用2000年后的现在的观念 去读那个年代 就是2000年前的事情 然后我们又从台湾这个角度 去看以色列 现在以色列那个角度 你不要说 时间有距离 我告诉各位 空间就有距离 对吗 听到懂我的意思吗 就同一个年代今天 我们在看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我们的解读 你现在先不要管有没有假新闻 假新闻已经多到 我们根本分不清楚真假 所以你就先不要管有假新闻 就算没有假新闻 我们这里所理解的 以巴的事情 跟真正以巴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对吗 因为有空间的限制 这样明白吗 所以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台湾 去看2000多年前的 以色列这边所发生的事情 它有时间的限制 又有空间的限制 除非我们把时间跟空间的问题 解决了 不然我们的解读会有错误 当犹太人听到耶稣说 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 气到不行 气到不行 因为他们是一神论 他们是只有耶和华神 你说你与父原为一 那就是说你跟他一样了 你怎么可以跟他一样呢 你跟他一样 那你又来到这里 要么就是神来到这里 要么你是另外一位 这个都违反他们的基本信仰 所以他们就生气了 他们就生气了 那这句话就成为 耶稣跟犹太人关系的最大决裂 本来还说你做了那些事情 违反一些律法 违反一些规条也就算了 结果你最后讲出这句话出来 我与父原为一 就在这个时候 他又说自己是赐永生的那一位 二十八节 我又赐给他永生 赐永生 我刚才讲过 就是我与你永远同在 对吗 这句话以前只有神可以说 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亚当不听话 神就说那你离开我吧 就把他赶出伊甸园了 所以这个能决定 谁跟神同在 是只有上帝 结果又来了一个你 你说你与父原为一 又说你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他们永远不会离开你 又说我父 然后他讲的父是谁呢 他讲的父就是耶和华神 就搞来搞去 这犹太人就生气 因为这个缘故 后面我们就没有念了 三十一节 他讲了这句话三十节 我与父原为一 犹太人立刻拿起石头来打他 因为这个犯了他们的大忌 这一个人 讲我与父原为一的这一个人 是可以被用石头打死的 这是律法的规定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就整个就破裂了 整个就破裂了 以后耶稣的言行 每一次做的犹太人就生气 因为你越做越过分 你越说越过分 以后就整个的决裂 后来他们就动手要抓耶稣 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 有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他得罪了犹太人 以及他们传统的信仰 那第二个就是他当然 他也被人家诬告 然后违反了罗马帝国的法律 他们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 从这一段我们看三件事 那今天我只讲一件 另外两件我要留的下个礼拜讲 我今天只讲一件 可是这件事非常重要 会改变我们很多的思想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一段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现在的基督教信仰 其实跟我们很多东西 是矛盾跟冲突的 真的要接受这个信仰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传统的思想 如果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如果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那么你可能中间慢慢拿掉 慢慢拿掉 有些不是你拿掉 是你爸爸就拿掉了 所以你爸爸告诉你这样说 你已经接受了他的观念 那有的是你祖父就信耶稣了 他就拿掉一些观念 然后传下来传下来传下来 现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家学渊源吗 家学渊源就是 家学渊源就是 你的长辈 如果你的父辈 你的祖辈 都是做同一件事情的 你知道你一生下来 就有很多的遗产 因为你整个的概念 就是被洗过的 现在讲洗过 没有讲对错 我只是说你的观念就这样 我记得 我们的孩子 我也讲过好多次 我们的孩子 在家里吵的时候 有时我们听不懂他讲什么 但是因为我跟我太太 都是学法律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 不要吵 他就一直吵着话 我们就说 你到底在主张什么 不是 没有人讲你主张什么 对不对 这是法律用 你说你主张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开始 学法律的时候 讲主张什么的时候 跟老师在讲什么 什么就是主张什么 就是你争议的那个重点是什么 你的争执点是什么 听得懂吗 你的争执点是什么 争执点又是个法律用语 所以你知道 我的孩子后来念法律 都很轻松 因为很多人 我们在当时的 几个礼拜都不知道 老师在讲什么的 他们生下来就会 因为他是以为 这个词就是那个词 其实这个词不是那个词 这样听得懂吗 可是因为他以为 这个词就是那个词 就简单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 永生是什么 你听得懂吗 有些人都听到永生 就说那不会死吗 那很难信 这不会死吗 可是大家都死了 可是这个永生 不是那个意思 永生是与神同在的意思 可是很多小孩子 一生下来知道 永生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他跟别人 就讲不通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这个差距很大 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 如果你是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的基督徒 那你问题不大 可是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或者你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你问题很大 为什么 因为你要接受这个信仰 你有很多东西要改变的 很多东西要改变的 我因为现在 因为我是立志做传道人的 所以我就花很多的力气 然后我也自己带领教会 以后就创立机构 然后我有时候听一些别的教会的主要同工来跟我讲 他们教会的问题的时候 他讲完以后 我常常想说这个很简单嘛 就这样就解决了 可是你知道 我讲出去 他听不进去 原因就是因为 他没那个背景 他没那个背景 所以我讲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可能嘛 因为他没有想过事情是这样 那我这个东西通不通呢 我告诉你通的 因为我已经经过了几十个教会 几百个教会 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 关键在这里 你一扭就过去了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他们听不进去 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哪有那么简单 我告诉你 就这么简单 当你懂一个东西的时候 怎么样 就这么简单嘛 当你不懂一个东西的时候 怎么样 就很困难啊 这就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一个道理 好 我们的信仰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 传统的包袱 文化的包袱 第二个 我们有理智的限制 我们有理智的限制 第三 我们还有一个自我的矛盾 你知道自我矛盾 是很痛苦的事 你想这样 可是你做不出来 这是矛盾 你明明知道 对你做错的 是不是一个矛盾 然后连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 你们能接受自己吗 你不想你就立刻说接受自己 你一想你就不敢接受你自己 怎么会接受自己呢 还有我们有一个自私的罪行 这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说 我们看到的 那圣经 我要把这背景讲一下 圣经提到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犹太人 修电节的时候 对吗 他是不是修电节 有没有 二十二节 在耶路撒冷有什么 修电节 这个不是传统的 犹太人的节期 修电节是为了纪念犹太人 在一次 在一次 祖前 一百多年 那时候他们已经灭亡了 他们已经灭亡 他们576722祖前 722一半灭亡 586又一半灭亡 那时候祖前 祖前了 他们已经灭亡 好几百年以后 有一次他们打仗胜利了 所以他们终于独立 他们终于独立一段时间 又被打败 所以他们 那一次是打胜仗 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修电节 这个有别于犹太人传统节 其实是玉月节 无效节 五旬节 祝鹏节 除罪日 这都在立位记里面 这个不记得都没关系 我现在只要告诉你说 修电节不是传统的节日 修电节的时候 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对吗 犹太人为止 他说 你叫我们鱿鱼不定到几时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明地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修电节 我现在把修电节的情况 跟你们一解释 你们就会知道 这就是他们冲突的点 因为修电节 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而修电节跟基督 有一个连结点 你要知道什么是基督 什么是修电节 所以他们在修电节 问他说 你若是基督 就很有意思了 好 我现在先讲 什么是基督 什么是基督 基督是一个身份 是一个职位 基督不是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叫李健 是一个名字 对吗 这个陈明星 是一个名字 旧是一个名字 叶光周是一个名字 那名字 后面如果有一个职位 像蔡鸿昌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是一个职位 对吗 所以蔡鸿昌不等于副总经理 因为蔡鸿昌 是蔡鸿昌 副总经理是一个职位 很多人是副总经理 对吗 可是有一个副总经理 叫蔡鸿昌 那这两个就一对 就是合在一个人了 所以我们就 这个就是 identity就确定的是他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 去买东西 或者是要银行 他就说要身份证 身份证 他说第二个证件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有两个证件 更确定你的状况 对吗 我们现在上网很多 要username 然后要password 那更紧张 他还要给你要好多东西 为什么 因为要identity 就确定 你是不是那个人 基督是一个身份 在当时基督叫做受高者 所有旧约犹太人 正式上位的时候 都要受高 先知济师君王 都要把犹高在他的头上 然后有个正式的形式 像总统就职 有总统就职的形式 对吗 总经理要announce说 我们现在新的总经理 来让大家知道 总经理 他有个仪式 基督就是把一个人 正式让他有一个职位 这个本来是一个 common的一种 一般性的做法 可是在 在主前722年 586年 整个国家灭亡以后 这个犹太人 整个灭亡以后 他们就讲到这个基督 就有the the 大的基督 这个基督就是来拯救他们的 所以他们在被 外国人奴役的时候 他们有个最大的盼望 他们当中就说 那个人会来 the Christ会来 那个人会来 所以当他讲基督的时候 他就是指那个拯救者 就是指那个大有能力的人 把我们救出来的人会来 叫做基督 这叫做基督 这样知道了吗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 拯救者叫做耶稣 他就把他合在一起了 所以耶稣是他的名字 基督是 他的职位 所以说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是他的名字 对不对 或者他的姓 或者他的名 然后美国总统是他的位子 基督出来了 我现在讲什么叫做 这个 修电节呢 修电节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722年 然后586年 灭亡以后 从此以色列这个国家 就不存在了 从此以色列的国家 就不存在了 那个不存在 一直到他1948年 就是最近1948年 复国 中间是2500年 2500年 你先不要管 以色列合理不合理 你也不要 我们也不管你 你喜不喜欢以色列 我当时就在想说 谁有那么笨 要去打以色列 你知道以色列有多么的 我现在没有讲对错 他有多么的强悍 就是你不可以打我 有两种人是 你不可以打我 就是我是对的 你不可以打我 有一种人是 我是错的 你更不能打我 有没有 你们碰过流氓没有 那流氓你没事 你搞他干什么呢 你碰他一下 你碰他一下 你不小心撞他一下 说你撞我干什么 对不起我没有故意的 什么叫没有故意的 他是不是这样讲 对不对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不行 他就打你三下 你干嘛打我三下 你要是敢打他三下 他就打你九下 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玩过 流氓就是这种人嘛 对不对 我现在没有讲 以色列是流氓 你不要搞错 我现在说以色列 他就是这种人 他不让人家欺负他 因为他们已经被欺负太久了 你想想看 有哪个国家 可以在2500年后复国 复国 谁可以告诉我 祖前500多年 中国是哪个朝代 祖前500多年 中国是哪个朝代 然后 东周是不是 有的历史很好 东周 东周姓什么 皇帝姓什么 东周皇帝姓什么 鸡啊 是鸡吗 大师 是鸡是不是 哪个鸡啊 一个女 一个城 一个霸王妖姬的鸡吗 OK 一个女 再一个城 好 鸡 我问你 如果现在鸡姓复国了 你怎么说 不是 你神经病啊 不是 你们鸡姓 有这么 鸡车吗 对不对 一定要你们姓鸡的来做吗 我们都不能做吗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以色列能复国 这一件事情 他就奠定了他 他就奠定了他 就是说 你不可以再打我了 你现在不要管他 对不对 你就不可以打我 你要是打我 我一定把你打死 你一定要动我 一根寒毛 就把你打死 这就是他们立国的概念 他们那个时候灭亡之后 你知道他们有多可怜吗 他们后来 就是被巴比伦打败 巴比伦就被马代打败 马代就被波斯打败 我现在讲历史 马代是一个国家 当时的国家 然后波斯是另外一个国家 后来波斯就被希腊打败 希腊就被罗马打败 每一次打败的时候 被割地的都是割这块地 这样听得懂吗 赔款的就是他们的税金 所以沙盖不是税利长吗 他就是专门收税来赔钱的那个 所以他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收税的 所以他们就是那种被丢来丢去 丢来丢去的那个可怜的国家 所以他们的老百姓后来就是 所以他们是每十个人 每十家就有一个单位 叫做会堂 你现在到纽约去 你现在到伦敦去 你现在到巴黎去 到礼拜五晚上就戴帽子 然后这里有卷卷的那个头发的人出来的 那些都是犹太人 传统的犹太人 到现在还在 到现在还在 他们 我到巴黎有一个地方去讲到 他们旁边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学校 你知道紧张的时候 都是赫枪实弹的 那个巴黎的警察要在那边 就是不让人家动以色列人 不让人家动以色列人 你到纽约去也是啊 如果你们有在国外读书 你们都知道犹太人有多凶悍啊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认为他死定了 他2500年之后复活了 复国了 复国了 因为这个缘故 在那个年代 他们每一次变成亡国奴 变成亡国奴 然后就被割地 割来割去 割来割去 很可怜那个状况 你要知道 割地赔款这件事情 倒霉的都是那一个 被割地的那个人嘛 那我们前不久去法国 法国德国边界 你们都知道 阿萨斯跟洛林这个国家 就是这个地区 就是割来割去 割来割去 不过现在非常好 你知道吗 他们为什么现在非常好呢 因为法国的优点 他全部都要 德国的优点 他全部都要 所以你要生在这个地方 你要长在这个地方 你有德国的好处 跟法国的好处 缺点都不要 因为这是最后 他们已经熬出头来了 可是当时哪里是 要换德国的衣服 要讲法文 又要讲德文 讲到后来 好处是两个语文都会讲的 对吗 所以有的时候受苦 你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这样子 锻炼出他们的整个的性格 在他们的观念当中 他们一直在等 那个The Christ的出来 他们一直在等 所以马代把他们打败了 波斯把他们打败了 希腊把他们打败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等说 谁来拯救我们 谁来拯救我们 没有想到就在 祖前168年 那时候是希腊掌权的时候 有一个安提阿哥四世 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君王 残忍的君王 不知道是有人害犹太人 还是犹太人当中有人 就是造谣 说安提阿哥四世死了 他一听非常生气 他就派兵 就进入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也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城市 他曾经被攻破 攻破听得懂吗 不叫投降 是攻破三十五次 这打进去三十五次 攻破三十五次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城市 希腊王安提阿哥四世 有一次就把他打破了 就攻进去 而且非常生气 他竟然做了一件事情 是没有人敢做的事 他进入他们的圣殿 然后杀了一头母猪 把他放在圣殿的里面 不仅如此 他还把这个 他还把一个 宙师王的像搬进去 你要知道 任何国家 现代国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不要动人家的信仰 因为信仰比国家 信仰比民族 民族 还要厉害 还要厉害 他深入人心 因为信仰是believe 是我以为这是对的 听得懂吗 我以为 我以为你 什么东西对你最有影响力 就是你以为什么是对的 所以每次投票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这几十年来 我奉行的一个方法就是 我以为我是对的 就去投票 投赢了我就高兴 投输了我就甘愿服四年 这是唯一的办法 因为你以为你是对的 我以为我是对的 那么我们怎么和平相处 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就是投票嘛 投赢了 你就高兴四年嘛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错了 对不对 那你投输了呢 你就忍气吞声四年嘛 因为四年之后 你还有投票的机会嘛 这就是个民主国家 你好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就在民主国家 那就只好这样子 不管他用什么方式 你说我 他对方赖皮 不是 你说对方赖皮 对方还说不定说 你这边赖皮呢 对不对 所以你就乖乖地 去投票就好了嘛 这就是民主国家 可是内心的相信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你很多的国家 碰到人家的那个国家的时候 他不会去动 他里面的最深的信心 而犹太人 从来就是他们的 坚信他们的信仰 你知道犹太人有多硬吗 到现在 全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 他们还是坚信 他们的神 没有改变 几千年来 他们没有改变 当时安提亚哥 这事实就没想清楚 这个概念 就把它弄进去 你知道犹太人 就真正生气了 所有人都不要命 你听得懂吗 你就怕这个团体 所有人都不要命 你只要 这个里面的人 所有人都不要命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敢做 所以他们竟然 有一次就把希腊打败了 你知道吗 把他赶出去了 赶出去了 可是没想到 希腊本来弄出就弱 就被他打败了 后来罗马人 起来把希腊打败之后 回头一打就把他打死了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他们也曾经短暂过 曾经有独立过 几十年的时间 后来他们又被罗马统治了 那罗马就更厉害 因为希腊人 是用文化统治别人 罗马人是用武力统治别人 所以他们就更可怜 所以他们正在等基督 而他们那一次打圣仗以后 就有一个叫做修电节 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在修电节的时候 他们来问说 你是不是基督 合理了没有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又过了一百多年 他是168年 168年 又过了一百多年以后 主前168年 到又过了一百多年 将近两百年 就基督来了 他们就问他说 你是基督吗 就在修电节问他 就是说 我们随便讲 是在国庆日的时候问他 我们不是十月十日国庆日吗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十月十日过国庆 是吧 十月十日国庆 假如我们现在变成这么弱小 对不对 那有一个隔壁的邻居 对我们这样 我们这么弱小 那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出来 我们就说 十月十日就是问他说 那你要来带领我们反攻大陆吗 就这个意思 我现在在跟你讲这个事情 这样听懂了没有 你们不要把这个政治 都弄到这里来 我现在在跟你讲一个 你能够明白的东西 所以当他们说 你是基督吗 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够带领我们 挣脱罗马帝国的压制 问题是 罗马帝国这个时候 已经非常强大 耶路撒冷有巡抚彼拉多 对吗 因为后来两三年之后 耶稣就是被巡抚彼拉多定案的 加利利有大希律的儿子在做王 所以在这么一样的情况下 他们问他说 你是基督吗 约翰福音到现在 或者从耶稣出来到现在 没有办法他被确定是基督 是因为他们对于基督的概念 跟耶稣做基督来到地上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概念 这样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就是传统的包袱 传统的包袱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文化 他们没办法接受耶稣是基督 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思想里面 基督一定是得胜的君王 一定是得胜的 因为基督是来拯救他们的 基督一定是带领他们 胜过外邦人的力量 可是摆在眼前的这个基督 就不是如此 好不容易五饼二鱼 这厉害了吧 你们喜不喜欢五饼二鱼啊 我是喜欢耶 你知道五饼二鱼是 一块钱会变成五千块钱耶 台湾如果哪个总统 做了以后 让我们每一个人 经济翻五千倍 让我们让他做 对不对 同意吧 这个大家都一样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耶稣五饼二鱼 让五千个男丁吃饱之后 人家叫他做王 这个时候正好顺势做王嘛 耶稣来我们东西 一定让他做王 你听懂吗 结果耶稣跑掉了 他不做 他不做 所以传统的包袱 告诉他们说 你有大能 你却不愿意来帮助我们 所以你这个基督一定有问题 或者你是怎么搞鬼的 我们不知道 但你不是基督 你不是基督 其实我告诉各位 人是习惯的动物 支配我们生活的 主要并不是理性 也不是意志 乃是传统跟习惯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年纪越大 越知道 我们都是习惯的动物 第一个起来的反应 都是习惯 第一个来的反应 都是习惯 所以我常常跟那些 要做领袖的人说 动作再慢一点 你听得懂吗 因为你第一个反应 一定是习惯 跟你所知道的传统 不仅当时犹太人的如此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如果你要改变传统 对你的影响 那就是你动作要放慢 我举一个例子 算了 我本来想举 一个别人的例子 算了 就举我 我们家的例子好了 我们家的例子 我妈妈在我爸爸过世以后 因为我妈妈是很怕 我爸爸过世 我爸爸 我爸爸癌症18年 18年 好了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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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个癌症 发生的时候 已经是末期 他第一个癌症 就是末期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希望 医生最后的判断 是三个月 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最多超不过一年 可是我爸爸 从医生下了这个判断之后 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过了18年 我爸爸也是都高高庆幸的 也没有很痛苦 他也当然要去开刀 他也刚刚有很多问题 他也要化疗 他也要放疗 他也要电疗 他什么都做了 他什么都做了 什么都做了 那苦不苦呢 不能说不苦 不能说不苦 但是他很喜乐 就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个就省略不讲 所以我爸爸要过世的时候 最后一段日子 他就已经脑癌了 就是进到骨癌 进到骨癌 进到脑癌 所以他就最后 就不认识我们 那我妈妈呢 就不肯让他离开这个世界 不肯让他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这就是人之常情 对吗 就是说留着留着留着 这样子 人之常情 我妈就不让他走 就让他走 后来到安宁病房的主任 再三跟我妈说 就是不要再留了 他这一次就让他走吧 我妈都不肯 医生说只要不打抗生素 他几天就走了 这样 我妈就抗生素再打 我们就跟我妈说 妈 真的不行了 不能再打了 你看爸这样 你有什么好处啊 他又不认得我们 他又很痛苦 他痛苦起来 很不舒服 就最后一段很短的日子 我爸爸 其实没做太多的苦 我妈死都不肯 后来 终于没办法 我妈妈也放弃了 我妈就说好 就让我爸爸走吧 他一下决定说 不要打抗生素 我爸爸三天就走了 可是我问你 我爸爸走前就告诉我们说 我到主那里去 是好得无比的 刚才有没有读那个经文 对不对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对不对 我爸爸说 我已经跟神在一起了 神永远不会离开我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我爸爸就说 我已经跟神在一起了 我离开你们 是我跟祂永远在一起 你们将来也要过来 我爸爸就一直跟我妈讲这个话 我妈说什么都不接受 就说那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 不是 我爸爸说 我走了你不会怎么办的 你就还是这样办 就这样 可是我妈 你知道我妈 我爸爸过世第一年 第二年她很伤心 后来她就想通了 她有一天告诉我们 我是不插管 不急救 不电急 不气切 最后不打抗生素 我们说妈 那你怎么那么残忍 那爸爸这样 你就这样 她说我以前不懂 我现在懂了 懂了 所以我妈就是 一定要我们这样 反正一直每天给我们复习 每天给我们洗脑 这样 那当然我们 我跟我哥哥跟我妹妹 对上帝是很清楚 很了解的 离开这个世界 我告诉各位 离开这个世界 立刻到主那里去 我讲的立刻是 他立刻 不是我立刻 你听得懂吗 因为有几种神学思想 一种是 他一离开这个世界 他一断气 他死了 医生判定 死的日期的 那个秒 那一秒 他就到主那里去了 一个他就见到主了 这是一个理论 另外一个理论是 他就进入了一个 无时间状态 听得懂无时间状态吗 无时间状态就是 对他而言 他就立刻一死了 就无时间 然后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 那中间无时间 跟前面那个差距 只是理论的差距 实际并无差距 听得懂吗 贵教会在听不懂的话 那我没地方 讲这个道理了 他是无时间的差 没有时间概念 就是他死的那一秒钟 我们活着还要活 多久不管 到主来的那一天 对他是无时间 所以是不是也是立刻 对吗 所以他就是立刻 对他来说立刻 所以对死的人来说 是最好的 因为他从这一个状态 赐给他永生 他永不灭亡 他从那一刻 他立刻就到主那里去了 一个是立刻 是我们来看 我们人生先看立刻 一个是从他的角度 我们来看 是在进入无时间状态 他无时间状态 然后他一醒来 他已经到那边去了 这样听得懂吗 这一段是很难的 如果你懂了以后 我问你 如果你我家里有人死 他是基督徒 你觉得是谁比较可怜 所以你知道 我们为什么哭吗 是哭怎么走的是你 不是我 你看你们都想不通 你们有传统的包袱 我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 给你看 你有传统的包袱 你不相信这件事情 你说传统的思想太深 所以我老实告诉你 我跟我妹妹 去我妈妈医院 送我妈妈去医院的时候 我妈妈是立刻 我妈妈是 我们觉得前一秒钟还活着 后一秒钟就死了 我妈妈 是救护车送到医院的时候 那救护车里面的两个救护员 硬说我妈妈是活的 可是推进去之后 医生说 我接到了就是一个已经断气的 那个救护人员说 没有 我交给你的时候是一个有气的 那个人说 没有 你交给我是个断气的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我跟我妹妹当下都没有流眼泪 你说你们好残忍 你们到底笑不孝顺 因为我们太了解这个事情了 我妈妈求的就是这么一天 她竟然连管都不用擦 气都不用切 她竟然连电极都不需要 而且没有人有办法 你听得懂吗 没有人有办法 医生也没办法 救护人也没办法 后来医生就说 那你要不要 那你要不要插管 我说插管以后会怎么样 她说其实 我已经搞了好几分钟了 插管也没有用了 我说那你干嘛插管呢 她说不过家属都说要插管的 我就问我妹妹 我妹妹说不插管 妈交代了不插管 我知道你们听得很难过 为了这件事情 我去林森南路礼拜堂 四个主日崇拜去跟人家道歉 说对不起 我妈妈没举行追思礼拜得罪你们了 很多人跟我们说 你妈妈走了 你妈妈走了 都没给我们送的机会 不是 他已经说好 你们不用送 我就去了 你不用送 这叫做传统的包袱 听懂传统的包袱吗 我们的观念一直停留在 一直停留在 这个人死了 好可怜 没有 活的人才可怜 当然我们不希望 无缘无故死 对不对 可是如果神要这样做 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叫传统的包袱 传统的包袱 让我们很难认识神 我们心中 对神的观念 常常不是圣经的观念 我们心中的神的观念 是民间信仰的观念 所以我们传统的包袱 会让我们 对于我们的信仰产生误解 好 我现在再讲一个传统的包袱 传统的包袱就是 信了以后要越来越好命 对不对 可是你有信了以后更好命吗 未必 对不对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起起伏伏的 有没有 你有没有情况不一定很好 好一点点又下来 有没有 那你 你我的 对于这个信仰的期望 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钱越赚越多 钱越来越多 儿子越生越多 你都不知道 儿子越生越多 很麻烦 你就是说 我钱多 我告诉各位 你就是钱不够多 所以你烦恼不够多 你听不懂我的话 就表示你钱不够多 有些人钱多到他好烦 我讲这个绝不开玩笑 我劝一个人写他的遗嘱 我想他有上千亿的钱 新台币 就不肯写遗嘱 都八十几岁了 我劝他写他不肯 他整天烦恼他的钱 他怕一写就会死 我告诉你 不写也会死 不写也会死 问题是你不写你很麻烦 你一定要写 你一定要写 我自从疫情之后 我把所有的银行的钱 通通归在一个银行里面 我就这样子 然后银行钱不是我的名字 是邱华的名字 邱华的名字 反正那个钱 也没有遗产税的问题 因为不到可以交遗产税的数字 所以我也没问题 如果你有交遗产税的数字 你应该找一个会计师 帮你做一下 是不是要做基金会 是不是要做信托 我不知道了 这很多种方法了 我们没这个烦恼 你知道吗 我连我太太 唯一的我不知道的保险箱 我这次都跟她去看过了 保险箱怎么开 后来我以为 她保险箱里面很多东西 拿出来笑死我了 我说这种东西 要放保险箱吗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死 然后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说 我们一定要一直要上 没有没有 你没有搞对 在地上就是一百年 可是 永生 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所以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受传统包袱的影响 我们一直要更多 一直要更多 一直要更多 我跟各位讲 我是讲真的 我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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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自以为 那你觉得 你觉得我觉得 谁最幸福呢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自以为 我自以为 我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我问你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谁 就是我 难道会是你吗 我看你那个样子 动作你也不像有钱人 你用那个钱 用起来那个样子 不像有钱人 不像有钱人 你给小费都给这么少 对不对 还要抠人家 你哪里像有钱人 有钱人都不这样子的 我这样才叫你有钱人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是跟神 永远在一起的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 这叫传统的包袱 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二就是理智的问题了 我们受理智的限制 对这些犹太人而言 耶稣总是做一些怪事 他们不知道耶稣哪里不对 不过耶稣做的是 总通不过犹太人的理智 他们说耶稣是不是个好人 是个好人 可是他却不愿意守安息日 不守安息日 怎么是个好人 你听得懂吗 他就是理智上有问题 耶稣实在是爱人 他说话很奇怪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居然会违反摩西的律法 对犹太人来讲逻辑就不通 理智有限制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基督救赎主呢 救赎主就是要来带领我们 他怎么可能是救主 他不可能的 而且耶稣不是戏出名门 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他不可以是救世主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今天理智的限制 也是我们信仰最大的难处 信仰包括要你信 这是很大的难处 第二 要你成长是很大的难处 有的人信了永远不成长 You know why 因为他就是说 我拿了一张门票就好了 想不想去迪士尼玩 你们都不想了 对不对 想不想去做cruise 免费 要不要 钱我出来 你不要紧张 我已经跟你说我最有钱 你怕什么 不让你要出钱的 我请你去做cruise 要不要去 免费 你这样还不去 连从这里台北起飞的飞机 一直到 无论你是要到温哥华上 还是你要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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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马赛上船 你问哪里 连飞机票都我出 你还不点头 商务舱可以吗 OK 那那个游轮 不是坐最下面那个舱 是坐最上面有 有阳台的舱 可以了吗 还不行啊 去不去 如果我把票拿给你 我如果把票拿给你 所有都弄好了 所有都弄好了 所有的机票 船票 所有都弄好了 我把票给你 你拿到票 穷高兴 有没有 我有这个票 我有这个票 可是你从来没有去啊 你从来没有去啊 有什么用 而且我那个 我那个票开open的 你听不懂open吗 就是你只要到机场 你随时填日期 随时就进去 open的票嘛 船的票也是open啊 很多人拿的票 都不享受的 你知道吗 一直告诉别人说 你看我有机票 我有船票 我有 这里长老送我的 很多基督徒过这种日子 他都没有成长 他没有去 他没有享受 他没有得到 为什么 理智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圣经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呢 我请问你 喜不喜欢福气 喜不喜欢 有福喜不喜欢 施比受更有福 要不要 没有 你不要 你根本没有要 因为你从来不施啊 我问你 有福要不要 要 可是我问你 你真的要有福吗 有 那施比受更有福 你刚才连受 我给你的 你也不要了 叫你施 你就更别想了 所以这是通过我们理智 施比受怎么可能更有福 给人怎么会比被人给 还要有福呢 然后打左脸 右脸给他打 要不要 你不要嘛 你看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因为这是理性的限制 理智的限制 为什么他打我昨天 右脸要给他打呢 为什么呢 这理智的限制啊 想不通啊 想不通啊 我又不是有毛病 我怎么会这样做呢 这不合理的事嘛 好 有了神 却物质没有比别人好 合理吗 有了神 身体没有比别人健康 合理吗 理智上 有了神 你的工作不一定顺利 合理吗 明白我讲什么吗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仰 我们以为信了神 我们就会有钱 我们就会顺利 我们就会健康 可是不是这样 我现在讲 神让我们相信他 有两个简单的目的 希望我们的生命 一直成长 希望我们的生命 一直成长的第一 第二 希望我们学会倚靠他 这这两个目的 今生 永世是没问题的 死的那天就立刻与他同在 这就没问题了 现在问题是 还没去以前我们做什么 第一个成长 第二个依靠 我问你 顺利会成长吗 告诉我 顺利会成长吗 答案是不一定 不顺利会不会成长 不一定 但 大部分会 你一直很顺利 你成长的几率 比你一直不顺利 成长的几率低太多了 如果你太年轻 二十几岁 这边有几个二十几岁的小妹妹 你们不太能够理解 你到五六十岁 你就会知道了 顺利不一定让你成长 失败让你成长 失败让你成长 那我问你 顺利你会一直倚靠他吗 我告诉你少来了 神给我顺利 我就更相信他 我就更倚靠他 没见过 可是什么时候会倚靠他 你去问妹 你去问慧荣以前 得癌症的时候 你去问那个 今天领会的 那个志环的老婆 叫什么 风金 你去问我们这些 经过很多不顺利的时候 你知道我所经过的不顺利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我那个不顺利 我也不相信 上帝这么不讲理 对不对 但是神说 我就这么不讲理 你要怎么样 那不然怎么有约伯记呢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圣经里面的信仰 我们都挑那个 我们想要的经文 来组合成一个 我们的信仰 但是我们信仰 真正的信仰 就不是这个 所以我们理智会受到限制 我们理智会受到限制 我举个例子 今年十月十五号 今年十月十五号 我在 我在八 我那个服饰早就排好的 我明年 连六月的机票都买完了 也就是说它不会动了 它不会动了 因为我答应你要去 就是要去 那除非死了 那就没办法 对不对 我机票都买好了 我今年十月十六 是我今年的四五月 行李行程都排好了 十月十五 我在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在一个教会讲道 后来我有一个学生 我在法国的巴黎的一个教会讲道 我有一个学生 在十月十六号 他的女儿要结婚 嫁给了当地的一个人的儿子 然后这两个都是教会的主要的领袖 那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就跟我说 李章老你过来证婚 我其实是有点为难 后来我就想了一想 有很多的理由我要去 是因为要让我的学生很开心 他最近忙 就瞎眼 他开脑流就忙 他就跟我说 李章老你可以来吗 那我就说 为了他我就去 我就请假一天 我请法国的那个假 我请一天 十月十五号 下午讲两堂 讲到六点多 飞车到机场半个小时 准备接九点的飞机去意大利 然后下午五点的飞机再飞回来 到那边睡一个觉 早上十点正婚 中午十二点半吃饭 吃一下 我们就去机场 又接五点的飞机回来 这样听得懂吗 你知道我在亚洲都是一日游 亚洲叫做一日游 我去那边开完会就再回来 这个当然很多大企业的老板 都是这样 一日游 问题是我服饰这样 我不这样服饰也可以吗 可是我就去了 去了之前 我就跌倒了这里古猎 古猎就打了石膏 打了石膏我就想说 给人家证婚 太难看了 你知道吗 因为打了石膏以后呢 只能穿短袖 那你给人家证婚 穿了短袖 这样证婚 你有这么爱证婚吗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就火大 就把那个石膏拆掉 就把西装穿进去就去 结果两堂已经讲到不行 把我们送到机场 送到机场呢 九点的飞机 十一点才要起飞 我到旅馆 要躺下来已经两点了 早上十点要给人家证婚 证完婚 下午五点的飞机 五点多的飞机 还好没有延期太多 飞回来巴黎 机场下来 有人在门口等 一上车再接去 吃饭 吃同工 走到同工一起吃饭 就是我的服饰都这样满满的 我问你 我这样也算中心了吧 对不对 那神应不应该给我顺利一点点 这样听得懂吗 你说你赚钱你赚走 我这个也没赚钱啊 那神要对我好一点吧 你猜神会不会这样 答案是如果我服侍神 都一直很顺利 我就不会依靠祂 我就会说我自己很努力 所以你应当对我好 这样明白吗 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努力 你有时候很努力赚钱 你有时候很努力工作 你有时候很努力保养你的身体 你却身体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神说 学学来试 试试看你依靠我 我会不会让你 无花果树 不什么 葡萄树 不结果子 你还会不会喜乐 神要我们这个 第一个要我们灵命成长 第二个要我们 第二个要我们倚靠祂 神是为了这个缘故 让我们 不顺利 所以不顺利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虽然我们很不喜欢那个恩典 对吗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如果你得到这个信仰 是告诉你说 你就一直很顺利 你一直很顺利 我告诉你绝对不会的 因为到最后你一定会骄傲 到最后你一定会违法 到最后你一定会乱记 到最后你一定会跌倒 如果你一直很顺利 神不会这样子的 我最近几年特别喜欢一句话 那就是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那就是 我找找看 在这边 我最喜欢的是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 他说 予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亨通的日子 有没有亨通日子过 要怎么样 喜乐 遭灾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神使这两个状况 交互出现 是叫我们不能预知 明天会遇到什么事 这样懂了没有 有的时候很顺利 你就要怎么样 喜乐 不顺利怎么样 思想 而且这两个神使 他交互出现 为了是叫我们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问你 如果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应该怎么样 两个 第一个早做预备 做好的预备跟不好的预备 第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 你就依靠他 你依靠他 你知道到那十一点才上飞机 有多累 你知道吗 我就有时候跟人说 不需要这样 对不对 我已经很依靠你了 你九点起飞不是很好吗 我十二点睡觉 跟两点睡觉差很多 我还要帮人家证婚 我手都 万一再撞到的话 我的骨裂会断掉 你为什么要这样 神说 那不然你要怎么样 我就要这样 你千万不要认为 神是故意整我们 我可以告诉你 我人生最大的祝福 就是十几年前 我所遇到的那件事 你认为最不好的那件事 会变成最好的那件事 当你在受苦的本身当中 你是想不通这个道理的 你一定要过了以后 才会明白 所以往前看 都不太知道方向 回头看路很清楚 记住啊 往前看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回头看路很清楚 这都是神的带领 这就是我们的 这就是这些犹太人 他们最大的麻烦 就是他们搞不清楚 怎么会这样 所以理智的限制 就是这样 第三就是 自我的矛盾 我就不多仔细讲了 他们没办法承认 耶稣就是基督 因为他们自我有矛盾 因为他们又认为 自己是光明的 因为他们是 文师跟法利塞 但是他们知道 内心是黑暗的 所以他自我的矛盾 会让他不能接受耶稣 的确 因为耶稣光照我们 我们又不舒服 不光照我们 我们就一直黑暗 可是我们又喜欢 自己是光明的 又发觉自己是黑暗的 所以这种矛盾 让我们不喜欢耶稣 第四 就是自私的罪性 自私的罪性 其实人最大麻烦的 就是自我 特别是文师跟法利塞人 他们已经有了身份 他们已经有了地位 如果承认耶稣是基督 那他们不是要失去 原有被尊重的立场 跟地位吗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 接受耶稣 或者换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我们就不太愿意 在上帝里面一直成长 因着自私 我们不容易信耶稣 那信了耶稣 我们也没办法长进 我们对自己 未来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又说不对 你本来就应该 可是 我们常常口里称 耶稣基督是主 其实我们自己想做主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不是讲你的前途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 面临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下决定的问题 别人得罪我要不要原谅 互相得罪我要不要先道歉 如果你碰到 很不顺利的事情 你要不要想想我有什么问题 还是老想别人的问题 我告诉你 最好办法去想别人的问题 你就很容易过 那想想自己的问题 所以因着传统的包袱 理智的限制 自我的矛盾 自私的罪行 世人很难认识神 不仅很难认识神 而且很难长进 我现在要结束 我现在要请你们回想 回想 2023年 我们快要结束了 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反思 就是传统的包袱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相信上帝 理智的限制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成长 自我的矛盾 黑暗跟光明在里面的状态 有没有影响到我们 愿意更好地往前走 自私的罪行 有没有限制我们 有没有让我们的长进变慢 我可以告诉各位 疫情有没有结束 不管 后疫情时代已经开始了 你有没有想过 明年要怎么做 我们把今年留在今年 不管你今年是顺利不顺利 好还不好 赚多赚少 身体健康不健康 我们希望在 还有20天 我给各位好好祷告 我最后天还要问你这个问题 你好好祷告 2023年你做个总结 整理打包 然后在这20天当中 我也请你做一件事情 2024年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我不是问你要做什么 不是问你要投资什么 我也没有要叫你 把哪个股票卖掉 我不是讲这个 我是说你要怎么样面对你自己 2024年你有哪个部分要调整的 跟人的关系 还是你的方向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两个礼拜 有三个礼拜肯定想 我 因为我们这里不是个课程 这是个主日崇拜 我长期在教我的学生 我教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出来的 他在欧洲 他们都很可惜 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们有的都是初中毕业 最好的都是高中毕业 我都觉得好可惜 可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 因为中国大陆人数太多 十几亿 他只要上面那个千分之一的人 那个脑筋都 我们当中都是找不到的 我们都没有那种人 因为他上面的那个千分之一 如果到万分之一聪明的时候 那简直就是 他在你面前晃来晃去 你还不知道他就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碰过很多人 他们就是没有方法 没有规矩 可是有一些 我一教到之后 我就觉得就是挖到宝 你知道吗 那个蒲玉 没有雕琢过的 我挖到好几棵 我就这样子雕了一部分 那都是 都是值钱的不得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想钱 所以我就告诉你值钱的不得了 我教那种文艺知识 以前都是在台湾 我大学也教很多年了 教会也教了很多人了 我都没碰过文艺知识的 举一反三都好高兴 你知道吗 文艺知识 然后我讲完了之后 你知道我讲过去 过了十天 他再讲回来 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听懂我讲的 对不对 因为我讲给他听的时候 他说好都没有用 我讲的再好对你没有用的 你要能够讲出来说我讲什么 用你自己的话 那才是有用的 我说我都被他们吓坏 我有系统的教他们 他们的观念是准确 整个人都变了 因为他抓得到重点 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们 抓到重点 我有二十天给你 你整理你自己 然后二十天之后 我帮你做结论 我们开启了 二零 二十四年 让你面对 我今天讲的这四个都是有关系的 你有没有传统的包袱 你有没有理智的限制 你有没有自我的矛盾 你有没有自私的罪性 你找时间 每天找时间 或者是一两天找时间 我有一个学生 他听了我很多年的课 有一天 我碰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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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变了 他说你有发现吗 我说你变了 半年了 我说你变了 你跟以前不一样 我认识他十几年了 我说你变了 他说你怎么发现了 我说因为你 你变到 我都可以发现 你就知道变多少 他说你真的发现了 我说我发现了 他跟我说 我一直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或者说我听懂了 可是我不想做 他说就在过去的 上一次跟你分手之后 我下定决心 照着你所方式的 你所说的做 他每天 花时间安静 整理自己的思想 常常对自己说话 他最近一次跟他的 这是半年前的事 我就说你变了 他说我把 我把每天分别一段时间 简单讲就是我们的灵修 我不好意思问你 你有没有灵修 你会告诉我你有 我又害你说谎 对吧 你灵修是交代 读完了就好 这不叫灵修 这叫交代 我不想问你们这些问题 我怕你们说谎 不说 又觉得对不起 说了 又自我矛盾 他说他每天都这样做 他真的变很多 他说我突然明白很多东西 他说全部都接起来 他最近一次上课 前两天我在网络上 跟他上课 很多学生嘛 他说我的女儿非常优秀 很会读书 华人在欧洲 人家那个大学一年级 人家那个读都 六十分就能够及格 都已经高兴到不行 他可以考到一百分 多厉害啊 那天他女儿跟爸爸说 他知道他女儿很会读书 就在那边聊天 那天早上上学 他们要走了 他爸爸跟他说 他说记得要问你自己 你是谁 听得懂吗 他跟他的儿子说 记得问你自己 你是谁 我们当中有谁常常问自己 我是谁的 你有常常问过你自己 你是谁吗 听得懂吗 我跟你说你一直在顺利的说 你不会问你是谁的 你都忘了你是谁 你就在受苦当中 才会问你是谁啊 问你自己是谁 我是谁啊 问他是谁啊 他进来跟他的女儿说 你要问你们自己你是谁 要记得每天问一次 我就跟他说 你跟你儿女这么讲啊 你儿子才几岁啊 你女儿才几岁啊 他说对啊 他说我活到五十岁了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现在终于发现了我是谁 我要告诉我的儿子 让他们早点知道他是谁 了解我在说什么 听不懂 我希望你明年就听得懂了 就主帮助我们 那你说那这么难 怎么可以让人家信耶稣呢 这么难 怎么可以让人家 让我自己更跟随主呢 因此我要提出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2024年 我可以告诉你 面对传统包袱 理智限制 自我矛盾跟自私的最新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会的 基本会的 而且是正常的反应 而怎么度过这个困难 就是要有人陪伴 有人陪伴 所以你需要有人陪伴 我这样讲 你所爱的那个人 需要由你陪伴 所以我希望明年 我们每一个人立志 陪伴一个人 可以吗 可以是你的儿子没问题 可以是你的太太没问题 你要立志陪伴一个人 然后陪他 一直在我们教会稳定 当然如果他不住在 我们这里住在别的地方 都没有问题 陪伴 陪伴是我们改变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看不见神 我们看得见人 我先发出这个挑战 下下礼拜 下下下礼拜 我要请你把那个名字提出来 我不叫你公开提出来 你信里提出来 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 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自己是谁 今年快结束了 还有三个礼拜 第二个 明年你要做什么 第三个 你要找一个人陪伴 如果你说我也需要别人陪伴 在我们教会找一个人陪伴你 找一个人陪伴你 找一个人陪伴你 让你陪伴一个人明年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2023年疫情结束 真的进入后疫情时代 我也认为 后疫情时代的改变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一下子就不知道变到哪里去了 等你醒来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得到神很大的恩典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来带领我们 主要我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既然立志做一个小教会 我们就盼望小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彼此有一点关系 有彼此相爱的机会 主要我们在这里不仅得到 很好的敬拜 像今天一样 我们也在知识和信仰上面 我们可以更健壮 我更求你自己来保守 主要让我们不仅从别人得到帮助 有一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们2024年要成为别人的帮助 因为当我们立志做别人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原来是你帮助了我们 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等一下我们就会用餐 我们会有点交通 求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 今天就要在你的手中 听我们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